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这一集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 基督徒经常会进行的一个主题 叫做敬拜上帝 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下 敬拜神的人 其实我们的内心和外在 是彼此配合的 先讲外在吧 在旧约圣经 每次提到神的百姓向神敬拜的时候 常常带着一种知识的描写 这种知识的描写 譬如什么呢 低头敬拜 低头就是一个知识 或者福福敬拜 也是一种知识 对不对 那这一种敬拜和某一种知识的连接在一起 这种表达呢 带着一种很当然很强烈的文化的气息了 不过我相信这一种敬拜上帝的知识 应该是普世性都可以了解的 意思就是一个人 俯伏在地 当然是表达出五体投地嘛 一种无限的尊荣嘛 或者一个人低头表示 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主权 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 等等 那么这些是外在的 敬拜神当然有一个外在的表达了 所以今天我们不论在家里也好 在学校也好 在你工作的地方也好 或者来到自己的教堂 敬拜神 我们也应该有合适的外在的表达 各个文化不同啊 但是总是在那个文化或次文化里面呢 表达尊敬 重视 敬畏的这种态度的外在表达 就应该是一种必须要的了 我们假如对一个有权有势的 或者很重要的人物 都有那样的外在表达的话 对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当然也应该有一个更加敬畏的表达了 当然我们也完全了解 敬拜不次只有外在了 那么内在了 那更加重要了 是吗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 那边耶稣和撒玛利亚夫人的交谈里面 二十三节讲了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 原来我们敬拜神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那么其实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是要用我们的心灵 以及要使用真理来敬拜 真理的意思就是合神心意的 合于神的规定的 这一点在旧约圣经就很清楚了 神对敬拜的规定很多 是吗 立位记就有不少了 若是你有兴趣 我们这个厨师陪你吃零食的系列 在两年前就有一个立位记的系列 欢迎你去搜寻来详细研究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立位记 不过我们一想到就了解了 原来敬拜神是有神话语的根据的 那么今天我们用心灵 不只是外表 是心灵 是内心 再加上真理 按着神的心意去敬拜 这样子的敬拜 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 所以敬拜神就跟认识神息息相关了 是吗 今天没时间讲了 明天跟你分享这个主题 最后用个小故事 结束今天的灵修 好吗 说有一个人 有一天被天使带到一个教会去参加敬拜 他明明看见诗琴很努力地弹琴 不过他听不到声音 他明明看见会众很努力地唱歌 但是他也没听到声音 之后牧师上台祷告 他明明看见牧师嘴巴在动 表情很投入 不过他也没听到声音 就问天使 怎么会这样 天使说了一句非常发人深省的话 他说 你刚刚所看到的这些群众 他们很努力地想要敬拜 但是只有外表 没有内心 所以从神的角度 他们所讲 所说 所唱 所做 神都没听见 哇 这个岂不是提醒我们的吗 当然这是一个预言故事 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不过背后真是传递出 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我们敬拜 一定要有和神心意的外在的表现 不过更要有和神心意的内在表现 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主 愿神祝福你 平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